準備好了 開始了 在B&W的車子上 早啊早啊早 早要自動路邊停車的按鍵 就在這裡呢 有沒有 這樣羅伊老師有跟上時事齁 知道現在YouTuber難做了吧 好車開箱 大家好 歡迎來到羅伊老師的頻道 我們今天來拍一支廢片 一支有關智能自動路邊停車的廢片 但是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啦 蠻好玩的 所以來拍給大家看 這台演示的車輛是B&W X6 2021年款式的 好 我們來GO囉 我現在看到前方那邊有一個車位 然後呢 我把這個地方給它 這個指示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呢 我的螢幕呢 它就會跳動了 它就會顯示說 停車輔助功能啟動了 然後我就繼續來前行 來前行 我把這個燈打掉 好 我要前行呢 來找車位 看到前方車位了沒有 好 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車位 看看D&W會不會警示 它是一個有點弧形的位置齁 所以我覺得有點困難的感覺 那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很有能力去做到這件事情 好 這個P跳出來之後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呢 它同時右轉方向燈也起了 然後我的右腳就移開了 右腳移開之後 它就開始自動滑行 自動轉方向盤 自動倒車 然後呢 也自動的回車 那現在呢 它的右前方也非常的順利進來了 這個車位有一個好處喔 我的後方可以直接進去 因為後方車輛停的比較遠 好 可以看到它很順利的停進來了喔 停進來之後 到定位之後 它會告訴我說 完成以防止車輛滑動 同時它也幫我打了P檔有沒有 它也幫我打了P檔 所以我現在已經完成了 我可以下車的狀態 所以它告訴我說 我左邊 右邊 左後 右後的下車是正常 沒有問題的 那我也完全的停在停車格的後方 和前方的腰線裡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下車之後的狀態是怎麼樣 下車來看看 來 下車看了之後呢 它是剛好停在我們的格子線裡面的 來看後方 停在我們的格線內 同時呢 在這個位置 它也非常的緊鄰我們的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人行道的蹲 非常緊鄰這個地方 大概距離就這樣子而已 我看 就這樣子而已 大概一個拳頭寬 大概五公分吧 大概五公分的距離 前前後後非常的穩 然後呢 我們來看前方 前方也是一樣非常的穩 那這是一個有點弧形的 停車的位置 路邊停車格 所以其實它能夠停進來 我覺得其實非常的令人覺得厲害喔 我們看這個方向過去 它其實就是路邊 就是有點斜形的 這樣方向 有點弧線型 路邊是有點弧線型的 這樣子的 路邊停車格 所以大家看到 路邊有弧線型的 自動停車格呢 我們的自能駕駛的自動停車 路邊停車還是可以很順利 好 這就是今天羅伊老師要演示給大家看的說 我們建議利用X6這台車樣 來演示 我們自動路邊停車的一個功能 那希望大家對於未來我們的 Label 2 Label 3 的這些自動駕駛功能能 能夠更加厲害 我最近看到一台Model X Play的 PLA ID 久沒有拍片的那一部片 那我覺得那台Play的 讓我有點心動 1000多匹馬力 然後只要300多萬 然後選費選一選400多萬這樣子 那希望大家如果對於自動駕駛的功能 有任何疑問的 可以在底下留言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路易老師的頻道 拜拜